欢迎收看今天的 BN金刚玩具测评 本期是第21期 咱们今天拆合的正是眼前 这个SDCC会场限定的 矿孤威和一元蝙蝠精的这一款玩具 这个玩具已经出品了有一段时间 差不多第一两年了吧 我也是这个前幕久才构容当中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我在前幕久 在讲解IDW漫画的时候 也从这个问题开始讲起 就是这么一个矿孤威的形象 包括这个蝙蝠精 也在里面有进行一个出场 所以说就是因为读了漫画书之后 渐渐对他们身后的故事有的聊 所以他是更想购入这款玩具 那么闲事少去 我们今天的话就是把它进行一个拆合 之后我会自己做单独的视频 来进行一个变形老微 和变形这个蝙蝠精的这个一元 非常精彩的两款玩具 另外就是说一点的话 就是这个玩具最近又出了一个新的套装 就是这个矿孤威的另外一个涂装 和奥连Pax 之后呢价格稍好之后 也会进行购入囊中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峰会部分 那上方写了 Tekaro透明公司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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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karo透明公司 8岁家可进行一个玩耳耍 小朋友们进行变形也是没有问题的 上面写了Rise of Tyranny 这是一个叫做暴君的崛起 那么是Tekaro 是一个双人套装 Meader Megatron 就是这个矿孤威 这个Sanitar Rambach 这个Redback 这是这个蝙蝠精一元 在这个漫画里 我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了 那么矿工一开始 只是一个勤勤可远的一个矿工 但是机缘巧合 那么他是参与了暴动 那么后来的话呢 也是一步一步成为这个霸天虎的大哥 这个威震天老大 当然这个蝙蝠精的这个这个故事就更多了 他的话一开始是想在这个多方取利啊 那么没想到之后是被这个声波所干掉 那么大家可以去详细的看我那个漫画 峰会部分正是二人在IDW漫画里的这么一个造型 尤其是这一款是我最为喜爱的 这个里面写了 叫做这个Legacy Evolution 这是这个传奇进化 好了 那么这是plastic free package 里面的话是没有塑料的进行一个 包装啊 是一个很环保的包装 好 还是全新为开的状态 后面我们来看一看 呃 这个是蝙蝠经纪员 作为这个这个载具形态的这么一个变化 有17个步的 Sanitary Red Bat 这边是这个威震天 它可以变成坦克的形态啊 坦克威 还有他的这么一个武器 这是一个16步的变形 好了 我们先少许 我们就进行一个拆开 这个的话呢 其实两边都是什么呢 都是这个双峰啊 不知道是这个大家的是怎么样 但我这款的话呢 确实拆开之后就是双峰 那么我们把它这个打开啊 我们来看一看 呃 是一个怎么样啊 一般双峰的这种东西的话呢 通常是叫做这个厂家会往里放东西啊 或者经过产检之类的 我们再看一看啊 我们再看一看啊 好的 好的 一些这个东西啊 看本来别的东西没有了 里面有这个说明书两份啊 这个盒子可以放在边上去了 好的 我们来看一看啊 我们先把它翻过来 说明书我们先展页吧 这个是纸品部分 里面的话一张这个纸 那么一些这个无关紧要的信息 说明书在这里 这边的话呢 是这个蝙蝠这个 red bed变形的步骤啊 并不是很难进行一个变形 然后翻过来 在这边正是我们的 麦克车啊 矿工威的一个变形模式 把这些食品部分 被放在一旁了 然后就是里面的玩具了 我们来看一看啊 那么果然是很环保啊 是在这样的一个 呃纸板的包装上面 商方的话 设这么一个纸带的进行一个产果 那么这款的这个造型 真的实在是太帅 我们待会儿吧 来看一看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看 他们的人形的可动啊 涂装之后会当门出视频 进行一个单独玩具的一个变形 后面还有这个武器包在这里 那我们就先少叙吧 我们就开始把它进行一个打开啊 呃 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啊 其实我应该 再找一个工具 但是这样的话 我们这样再打开吧 用这个 应该用这个 做高达玩具的这个小剪子剪 那么小刀其实也可以 划开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是这个配件包 我们先把人的话呢 给他依次拆下来呀 其实这个小刀还挺快啊 小刀啊 这个的话呢 应该就可以了 老微可以下来了 我现在出来了 然后是这个 Red bat 这个大翅膀啊 好吧这样吧 OK好 这个就没有用了 放在一旁 好的 我们先把它的话呢 让他这样的一个站立的方式啊 给他让他这个稍微站立 带我一次来看 这都给他拿出来 这个的话呢 可以把它拨出来 应该可以站得很稳吧 好 放在这边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 矿工位啊 放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先来看配件包 还可以再接着拆啊 这个地方的话呢 确实有点 软 好 可以 好 这是他的一个配件包啊 这是也是一个纸包 里面的话呢 应该是奔头辅具 一些工具之类的 好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里边了 那么首先的话呢 有这么一个小的钻头 作为坦克形态的话 这是一个坦克前方的主炮的一个主武器 并没有炮 而他的话 直接以钻头的形式 可以把它这样的拔下来 进行一个旋转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可以把它放在这个肘边 那么进行一个攻击的模式 可以把它的话呢 放在这里啊 是可以的 好 这个膝盖啊 确实有点软啊 好 然后这个就是他作为矿工碑的这么一个 这个叫什么叫的搞包啊 可以把它的话呢 进行一个相当的一个组合啊 这个就是他的这么一个在采矿的时候的一个小工具了 好 那么可以把它让他拿握于手中 看一看啊 还是可以的 这是他 待会我们一次来看 这把的话呢 是这个red bed的武器 也是偷焦很严重 然后配色的话呢 还是没有额外上色 这就是一个塑料的一个成型色在这里 我们现在拿握于手中啊 我们现在拿握于手中啊 好了 这样呢 我们依次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这款 其实我觉得 相信大家会买这个套装的转员的话 都是因为这个矿工碑 武器 我们就先这样 我们先整体看一眼吧 这个是矿工碑的这么一个造型 他的这个整体的颜色的话呢 是这种这种这种枪灰 还有一点点这么一个缩料成型灰的这么一个叫做缩料成型色 这么一个颜色啊 更多的是这种类似于枪支上面的这样一个更加深灰的一种感觉 比德辉要更加这个这个灰一点点 这个地方是有一点点这个这个颜色 我应该叫做有点黑灰的感觉 是偏这种 我觉得有点像这个军事配色的这么一种形象 然后我们来看持我武器 也是比较的这个简单粗暴奔草腐具 这边的话是一个钻头 这边是他的稿棒 ok 那么知道他第一次进行攻击 那么就是直接使这个狗外拽了出去 那么是这么一个攻击方式 我们把武器先给他放在一旁 我们这个让他放下这个他的武器部分 其实我觉得他的武器如果更加丰富一点的话呢 可能个别的配法大剑 好的 那么他的头雕是最 我觉得是最可以这个称赞的 是非常非常的精细的刻画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这个地方的一个 首先他最矿工微 这些地方是一个工地的这么一个紧实的一个涂装标识啊 非常具有识别性 那么面部也比之后的一个作为霸天物领袖的这么微整天的话呢 是多少少多多少有点点稚嫩啊 但是毕竟是刚刚出道时候的微整天还没有那么大的这个野心和邪技 但是他可能就是一时看不惯啊 呃面部涂装是非常非常的精细的 然后当然后脑勺这个地方的话呢 有一点点突兀啊 当然如果可以微微的向上抬一点点的话呢 可能会稍好一点点 好然后这是他身上的涂装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他非常非常具有工业的这么一个质量感啊 当然他的通病也是比较严重 刚才一开口我看得出来啊 就是他的这个膝盖啊 确实有一点点软啊 有点软这个膝盖 然后这个地方啊 这个足部的话呢 可能这个地方也是比较的容易脱落啊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看很多的这个up主分享 都会提到这一点了 比较容易脱落 确实容易容易进行向后的一个后仰 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是做一些加强 可能会更好一些 这个是他的正面 我是非常非常的满意的 背面这个地方也是不错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可动性 头部可以进行一个左右的一个转动 没有问题 手部的话呢 可以进行一个完全搭转环 可以进行一个平举 然后在这个地方可以进行一个转动啊 可以进行一个这样一个90度的一个弯折 前方的手臂这个地方就是手部啊 他并不能进行一个腕部 不能进行一个转动 但是可以进行一个向内的这么一刻弯折 因为是变形的需要嘛 前方是这么一个持过武器的一个手型 但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偷胶过于眼 其实这个有个盖板的话 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官方的话呢 确实是有一点偷懒了 然后在腰腹部可以进行一个转腰的动作 可以摆出不同的造型来 然后腿部可以进行一个前踢 没有问题啊 侧踢也是可以 可以达到这么一个保持水平 没问题 可以进行一个曲期 然后大腿根部进行一个转动 没有问题啊 然后当然脚部的话也有这么一个可动啊 嗯 总来说啊就是非常满意 因为如果啊就是大家非常喜欢这个微转天本季的话 那么我觉得这款是绝对可以进行各有囊中的 呃我看了很多的人的测评啊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的话对它褒贬不一 呃喜欢但是真喜欢 不喜欢的话呢 可能觉得它其实挺一般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啊 那么拆盒之后我发现比预想的话要强很多 我们把它这个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不是矿工微的这么一个造型啊 当然这个漆盖还是有点软了 好了 先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看边这款这个 这个武器我们刚才已经说完了 武器还放在一旁 然后这款的头雕 我觉得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而且这个地方仿佛啊 是带了这么一个头盔 然后面部是这么一个银色涂装 加上这么一个黄色的眼睛啊 非常的有意思 也是非常的细致 可以进行一个前后的摆动 胸口这个地方仿佛是这么一个 奸诈的一个蝙蝠的一个造型 然后旁边还有这么一个小翅膀 但它并不并不是变成蝙蝠 而是变成这么一个快艇的一个形态 当然这款我觉得如果在套装里面的话呢 大家如果喜欢矿工微的话 可以当做一个副術品啊 当做一个这个额外的玩具的话也是可以的 好的 那么涂装整个就一个一体色 就是这么一个紫色和黑色 那么凸显的这么一个霸天虎一方的这么一个邪计 但是他在这个暗画里面确实一开始是一个议员 是这个议员 而且是被这个声波是这个干掉了 在这个漫画的里面 好了 我们看一下可动性 头部可以进行一个左右的转动 没有问题 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手部的一个转动啊 可以进行一个平台很大的角度呦 可以进行一个转动啊 可以进行一个弯折 手部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啊 不能够转动 那么也是一个这是一个持握手型 可以这个微微的这个怎么样 可以张开啊 向前进行一个点指啊 发号施令也是可以的 这边的话呢 进行一个持握武器 腰部可以 我们看没有一个 有一个微弱的一个转动啊 腿部可以进行一个前踢啊 侧踢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觉得他的脚部的话呢 还是站的比较的稳牢的 然后我们让他把武器拿过于手中 最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 他们的这个身形和个头啊 好的 在个头来讲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对一下 应该是老威要比这个 这个要高一点点 差不多看能差不多 能高出一头啊 的这个大小 然后这是他们作为一个拆核的一个状态 那么之后我也会出节目来看一看 他们分别的进行一个变形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好的 我们下期见 see you next tim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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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